在Stable Diffusion Web UI,更新V1.6版本后多了这项功能。 当左边的画面过长时,右边生成图片框会被固定住, 但生成的按钮却被固定在最上面, 导致要在生成图片时必须要晚上或按Alt加Enter快速键。 老阿贝不太习惯按快速键,所以上网找到了两个Generate Button Extension。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Generate Button。 第一个是将Generate Button浮动放右边。 当拉动画面的时候,Generate会一直浮动在右边,是蛮方便的, 缺点就是会挡到右边的一些画面。 第二个是将Generate Button放在最下面,这好像没什么优点, 问题跟之前放在最上面的Generate Button一样, 要移到最下面才可以看到Generate按钮。 跟移到上面来,按原本的按钮是一样的意思。 第三个是将Generate Button放在右边框的最下面。 缺点就是正反向提示词和这些参数过长时, Generate Button会被往下拉。 老阿贝觉得Generate Button应该要在图片附近且要一起做动才是最理想的, 因此就有了第四个方式。 他把Generate Button放在这边, 所以不会受到提示词和各个参数长度的影响。 这种方式是老阿贝认为最好的方式。 这样将画面上下的滚动, Generate Button都会一直保持在图片的下方。 不过它却有一个缺点, 就是这个extension会有一个标签在这上面。 老阿贝比较不喜欢这上面放太多的标签, 这只是个人不喜欢啦。 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设定左边的宽度和图片的高度。 什么是左边的宽度呢? 这边就是左边的宽度。 其实将Stable Diffusion Web UI升级为V1.6后, 已经有支援用滑鼠拖拉的方式。 图片的高度指的是右边生成图片框的高度。 这两个功能老阿贝觉得比较没那么重要。 而且这两个数值在老阿贝这边没办法储存起来。 再来试一次看看。 先把这两个数值调小。 按下Save按钮。 来看一下有没有变化。 左边。 右边都有变化。 重新整理一下。 又回复成原来的样子。 看起来真的记不住。 如果您使用Split Layout这一个extension, 发生又半步不见的情况。 只要点一下Split Layout标签。 把数值调小一点, 再按Save。 这样又半步就出来了, 希望作者以后可以修改一下不能储存的问题。 最后来说说这两个extension。 将Generate button放在图片下方的是Split Layout extension。 前面介绍的那三个是另外一个叫做More Generate extension。 这两个extension安装网址都会放在影片的下方。 哦对了, 如果你是使用More Generate extension, 那三个Generate button的调整方式在Settings。 在左边找到User Interface。 将右边的画面拉到最下面。 这三个就在这边。 这两个extension安装的方式 跟之前其他extension的安装方式一样。 有兴趣的可自行下载安装。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你有帮助, 再记得帮老阿贝订阅、分享加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 祝你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举功。 我们下期见。 - 欢迎关系那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